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河教练 我们全新打造了一个发球的体系 这个课程总共包括了我们的发球前的准备 发球的长短 弧线与速度 发球的弱点 弱点的配合练习 认识旋转 旋转的训练 上台的训练 一体化发球训练 各种发球技巧 这套发球体系我们准备了十节课 这十节课你学得精细了以后 你发的球将来会又短又低 或者又转又快 弱点 不过方面配合的很好 好 已经到了我们发球的第二集 在第二集我们要学会控制球的弱点 那么我们这一讲就先讲我们控制球的长短 乒乓球发球它是有规则的 长对长短对短 那么如果你真的是达到国家队的水平 它就是在长的位置也能发短 那是比较高的技术 那就另当别论 我们现在是针对这广大的业余爱好者 跟我们的青少年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长对长 也就是说我们在发长球的时候 它的点在这些位置 那可能就很难发得好 尽量靠我们的身体的这些位置去发 那比如说我站位 调整好呼吸 站好位 我准备去对点的时候 那我就对长点 眼睛就对着长点 这样子发出来的球就容易长 那么我们在发长球的时候 很多球迷他发到这些点去 这些点去发的长球 容易下网和出界 发力的就容易出界 不太发力或者要求循断的就容易下网 所以说这个点是不能发的 长球一定是靠近我们身体 越靠近我们身体 发出来的球就越长 你对球的控制就越好 当然了很多球迷 他在学会发长球的时候 他也要学会短球 要长短结合 要长就很长 要短就很短 这样子你的落点有落差 就是你的长短有落差的时候 对方就比较难接 那么我们短的落点 通常是在我们的 就是台面向深一点位置 当然到这些位置就比较危险 到这些位置你是很难发短的 所以说我们通常是 从这个拍子 到三个拍子的这个位置 就是你拿拍子到三个拍子的 这个停区的区域 这样子发出来的球就短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的球就短 这样子的球就长 这样子的球就短 往里面走 往里面的落点走 是吧 这样子的话长短就可以发出来 短球一定要注意啊 不能往这边走 也不能太过于往前 那在发短球的时候 控制短球的时候 眼睛准备要发的时候 眼睛要找点 比如说我要发这些点 我要发这些点 发这些点 眼睛都要找 先找过一次点的话 你在控制球的时候就非常好 第三个我们讲 发力大小跟长短的关系 比如说 我们发的力量越大 越近长球 我们发的力量越小 越是近短球 对不对 很多人的话 他也想很发很大的力量 但是他也想发很短 那是要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 也就是说 我们吃球要吃得很好 才能发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 如果我用动作很大 我发很短 是比较难的 如果我们动作很小 我们想发很长 也是很难的 所以说 当你在发长球的时候 动作可以大 当你说发短球的时候 动作可以小一点 这样子的话 他就有长短 所以说 大家在发球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注意 这个动作大小跟长短的关系 发长 动作可以通大点 发短 动作可以小一点 第四点 我们讲动作大小跟长短的关系 动作越大越长 动作越小越短 大家要知道这个关系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它就是长的 这个动作 它就是短的 都是不一样的 那你们知道 如果我这板球 我们要发短一点 能够动作相对小一点 那这板球 我要发长点 我的动作可以完全打开 尽量大一点点 前面一个发力大小 现在一个动作大小 如果你把发力大小 跟动作大小结合起来 那么你发的球 想长就长 想短就短 而扯的话 发的非常精准 要跟上面一个 上一集 上一个小小的知识点结合 好 这一集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集 我们再见